大家好,我是朱姑拉 今天來到Frogmas Day 17 今天又是記錄我做社速的一天 我會帶大家看看我和花菇吃什麼午餐 以及我下班後買綠合彩的經過 事不宜遲,GooGooGoo 我和花菇來這間迪士尼哈佛市咖啡 原本她是要預約才可以進去的 不過剛好有個位置吉了出來 所以我們可以進去 這個還是這個? 對,先把這個 我以為這個是菜單 花菇以為這個是菜單 其實原來只是菜單 我不喜歡做菜單 菜單算是,你看這個 你看這個,你看這個 看這張,下一張 看,有多少菜單 沒有,真的沒有 沒有啊,知不知道 好漂亮啊 先讓我看看 好漂亮啊 旁邊原來還是賣雜貨店的 是Christmas Market 這裡就是菜單,還不是菜單 多少菜? 巨型菜單 但是完全不會點 好漂亮啊 這間迪士尼餐廳 其實是今年8月才新開的 真是想不到有機會進來試吃 哇,好大的米旗啊 店員說,我們其實可以在餐廳裡 隨便走動,隨便拍照 如果我們走過來這個大米旗的話 他還會主動幫我們和他合照 這個就是一個菜單 哇,好漂亮啊 是米其款 他說這間餐廳主要是主打健康飲食 他說堅持他們 卡路里,鹽份,脂肪和脂肪酸 都是很健康為主的 其實這間餐廳很厲害 很多餐廳都有寫 就是menu都有寫卡 對,很適合選人士 對,很適合選人士 哦,這個就是menu 哦 對了,450卡 對 為什麼可以做到這樣呢? 好像很健康 我的名片相片很可愛 接著看看 我覺得真的比較低卡 前面都是一隻600卡以下 好強哦 真的 低糖質一點 哇,是pancake 啊 Giri Giri,緊緊,味道600 我想買pancake 雖然現在是午餐時間 哇,好可愛啊 好可愛啊 好可愛啊 哇,這些真的在購物 這樣呢,他還有一個聖誕節的特別menu 就是tea time 哇,真的嗎 如果叫這個呢 是可以有特別聖誕卡菜 好棒啊 哇 嗯,叫什麼 哇,好可愛啊 叫這個小龍餐啊 好啊 那我就決定要吃這個pancake 耶 你看,他來的時候不是說得對比嗎 對,我們先拍照 哈哈 你決定要誰啊 我要這個 一個健康米奇飯 對啊,吃過米奇頭 哇,來了一杯cafe latte啊 上面有高飛的圖案 好可愛啊 咦,動感啊 對,喂,動L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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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啊 這個杯也好漂亮哦 其實 到了這個米奇頭飯了 他有沒有肉啊 他好像是椰菜花飯 這個米奇 他蘿蔔也切了米奇頭 哎呀,好可愛啊 嗯 嗯 然後 然後 高飛的 咖啡拉提 還有這個 米尼番茄 哦 哦 因為這間餐廳是標榜健康低卡路里 所以這個pancake 我的味道感想就是 它真的很健康 其實正常的 因為pancake裡面應該很香的牛油味 它是沒有的 那 但是 都 為了健康 都應該可以接受的 我形容它為健康味 那我就上面走一下旁邊的那間店舖 先 有些T-shirt 還有一個布袋 這個布袋其實挺漂亮的 這格文具貴 有很多Masking tape 貼紙 又有筆記寶 下面還有一些漂亮的貼紙 這些碟在餐廳裡也有用的 例如粉紅色碟就是裝著pancake的 在這間店裡 唐魯鴨的角色設定是釣魚的 所以這個青魚罐頭是唐魯鴨的圖案 我覺得很搞笑 不同的漂亮包裝 黑巧克力 果然真的標榜健康 這裡有些Postcard 每個角色都有的 最像是明信片 其實塗了一層金色的顏料 反光也挺漂亮的 這就是店裡的超大型米奇的公仔版 還有分大中小小 要預約才能買到 店裡播放的迪士尼聖誕節音樂 這裡還有CD賣 對於一個上班等下班 下班等下班 下班等下班 下班等退休的朱古拉社畜來說 下班就來到這裡賣日本彩票 其實日本的彩票種類有很多 又有Lotto 又有Lumbas 又有Bingo 還有這個Jumbo 大家除了可以來這些店舖 一張一張賣之外 其實現在在網上都可以買到 今次朱古拉尼買 就是年末Jumbo 其實Jumbo 一年搞很多次 有SummerJumbo HalloweenJumbo 情人節Jumbo 而年末Jumbo 是最多錢 有最高可以有10億日圓 撞正了今天是日本的吉日 叫做一粒萬倍日 是對於想發展事業 或者想增加金錢運的人來說 是一個良神吉日 難怪的 看看新宿另一個專賣彩票的站 多少人排隊 由於每間店的中獎率都不同 所以很多店都會用 曾經出過幾多億日圓的實績 來吸引人來買 而日本最多人中的店 是銀座 所以銀座間店是最大牌長龍的 店舖都會買一些 增加大家金錢運的精品 例如這些招財貓 哇這個全金hello kitty 好正啊 是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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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銀座 是銀座 一張張彩票 300日圓一張 買一套10張就是3000日圓 你可以買連續 或者不連續號碼 不連續號碼 就叫做巴拉 我朱古拉喜歡買不連續的 想增加中獎機率 我看到前面的日本人 買完一定會過來摸一下這個招財貓的頭 等我過來摸一下 這個就是朱古拉 剛才買了一套10張的年末銀座彩票 我是買隨機數字的 不是買順序的 可能你會問 什麼人會買順序的嗎 讓我解釋一下 其實銀座是怎樣中的 它最終抽選的時候 會公佈一個組和一個號碼 這樣中的就是一頓獎 就會有7億日圓 而朱古拉有一個特點就是 它除了一頓獎之外 有一個叫做一頓前後獎 是什麼意思呢 假設一頓獎是192581 一頓的前後獎就是解 前一個號碼192580 和後一個號碼192582 都會中了 一頓的前後獎分別是1億5千日圓 如果我買上最號碼的話 我中了一頓獎 中中了前後獎 合起來就有10億了 是不是很多錢呢 不過朱古拉是不貪心的 中了一頓獎 7億已經很滿足了 所以朱古拉每次都就是買這個 散數 日本的彩票除了我剛才買的Jumbo之外 其實還有其他款 我首先介紹了這個Lotto7 Lotto6和Mini Notto 其實它就好像買六合彩一樣 Lotto7就要在1-37裡面選擇7個號碼 Lotto6就是1-43裡面選擇6個號碼 而Mini Notto就是1-31裡面選擇5個號碼 你每次就可以拿Lotto7來做例子 我要選擇7個號碼 那我就選擇圖隔 我選擇7個號碼 1-2-3-4-5-6-7 隨便選擇7個號碼 那每次呢 其實呢 你就可以填 即是說我買一套 其實可以一次過買足五套號碼 這樣就填滿了它給錢 Lotto7的每逐金額是300日圓 所以如果你ABCD都填好號碼的話 那就是300日圓乘5 就是1500日圓一張 那這個繼續回數呢 即是說你會不會買定下一次 即是如果以為的話 即是買定下一次的彩票 如果是Stam的話 就是買定下下期的彩票 所以你可以在這裡按定 而割口數的意思呢 即是代表你打算重複賣多少次 即是如果你說我選了3個號碼 即是說我這個號碼 重複賣3次 如果萬一我這個號碼中了 我的獎金都會成3倍 那如果你說 喂 我不想自己填 我想電腦票 那怎麼辦呢 那看到這個 打開了它 就會有電腦票 就會變成電腦票 220萬元以上 這裡也一枚300元 那他們的中獎方法呢 就是 你中完整個號碼 就是一等 那就可以獲得最高獎金 然後你中少一個號碼 就是二等 再中少兩個號碼 就是三等 如此類推下去 同樣地 如果剛巧那期 開出來沒有人會獲得一等獎 是會累積獎金到下一期的 那就可以獲得很高獎金了 那之後我介紹一下 第4和第3 第4和第3 其實呢 就是 第4 就是 有四個四位數字 你就會選擇 你四位數字 你就會選擇 你會選擇 你會選擇 假設我選擇 2 3 4 這樣 那選擇完四個號碼之後 你就會選擇 這一組號碼 是用什麼種類 那你就會看到 有分 Strict Box 和Z Strict 意思是 你搏這一個數字 是不單是中了四個數字 還會中了次序 即是你搏它 抽開的號碼 就是3 2 3 4 那就是Strict 那如果你說 我覺得應該不會中到那麼厲害 那我就說 不如就是中了號碼 那就選擇 Box Box的意思是 我中了號碼 但次序不一樣 例如 假設它開是 3 2 4 2 那其實呢 就是中了個Box 因為送了號碼 次序不一樣 那如果你說 我兩邊都想搏 這樣 那你就可以選擇 Z Z就是一半 一半搏是Strict 一半搏是Box 這樣呢 但是呢 你就說 那每個人都選擇Z 搏得最多 但是因為呢 選Z 是最多人會中的 所以會分駁 那些獎金 所以你選Z 就算中了 分的獎金 是沒有只選Strict 或者只選Box 那麼多的 那如果我說 我打算 駁一下一定中這個號碼 我就選Strict 這樣 那麼呢 你都可以選 電腦彩票 還有可以選 買下期 下期 下期 還有你可以選 究竟要重複賣幾次 即是駁他 更多獎金 那最後呢 就是Bingo 5 Bingo 5 就是好像玩這個 真的玩Bingo 那樣 那我有8格 裡面呢 就選擇些號碼 例如我選擇 10 12 22 36 33 27 16 那樣 那樣呢 它開獎的時候 就會開回 這8格的號碼出來 那中間是Free的 所以就沒問題 這樣 一本一本一本 那樣的 那樣呢 怎樣拿到最高獎金呢 就是一等獎 一等獎 就是 它要先中了8條 先練成8條 我這裡有一張圖容易說明的 你會見到呢 這條寫著了 如果你想拿到一等獎 最高獎金呢 是要成立8條線的 就是 1 2 3 4 5 6 7 8條線 這樣 而最低呢 其實你成立一條線呢 基本上呢 就有200日圓的 今次影片就到這裏 請大家高抬手 指 讚好 訂閱和留言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Goodbye 現在 我們下條影片 請大家坐 我們下條影片 你 請大家坐 我們下條影片 請大家坐 為甚麼 在我們下條影片 請大家坐 我們下條影片